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情应该说是以相对平淡的这种格局呈现给大家了 那么很多的投资者可能现在都不太关心目前的市场了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点 消息并不会因为市场的平淡而停止 各种各样的消息或者说在未来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将来一段时间中间 影响证券市场走势的各种因素还是会层出不穷 那么消息出来之后对现在的行情或许不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许它就有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说你看我们昨天晚间北京时间的晚间 我们就看到美联储的耶伦 耶伦最近讲话大家都特别的留意 昨天晚间他这么说的 他说预计在年内加息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 美联储议席会议中间就决定暂步加息 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加息对股票市场肯定是不好 美国加息对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也是不好 虽然它的背景是经济开始逐步的起问 甚至于有所回升的这种迹象 但是总的来讲加息肯定是一个不是一个好消息 尤其是美国加息对新兴市场的资金回流压力又显得比较的沉重 所以全球都比较关心这个消息 好了 耶伦昨天晚上说了 他说这个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加息 你看啊 时间给出来了 年底之前 我们掰着手指算一算 十十一十二年底前一共就三个月了 是吧 也就是说在四季度的加息的可能性呢 还是比较的大 另外呢 他提到了一个加息的时点 他强调呢 首次加息的时点对于金融环境和整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请注意他的措辞是首次加息的精确时点 对金融环境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大家也要思考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他第一次加息 美国第一次加息或许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一旦进入了加息周期 展望一下更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面 来考虑的话 那或许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好 我们接下来该考虑一下 如果一旦美国在年底前加息 对我们会不会有影响 我想影响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应该是一个间接的影响 首先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 不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一个市场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全球化的自由进出的这样一个市场 所以它的影响是一个间接的 第二美国加息 如果一旦进入加息周期加两次加三次 说明美国的经济啊 它有所恢复 美国经济恢复对咱们的外贸形势转暖是不是有好处 大家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考虑 对证券市场或者短期内 它是有一个压力 但是从长远来看 如果以美国或者说以欧洲为代表的主要的一些大型的经济体 它的经济如果说能够比较好的恢复 那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包括出口包括外贸等等这块 是不是有拉动 会不会拉动我们的经济也同时会有一个向上的动力呢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在想 一旦美国宣布年底前加息了之后呢 大家也不必过分的紧张 资金的流动是会随着利息的变化 各国加息的这个变化 资金它是会有流动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 经济的转暖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加息周期呈现出来的 如果经济不好 它不会加息 经济好 也是证券市场的强有力的支撑之一 感谢观看